叶小姐能不能请你去看看丽总 我以为她做这么多是想开了放过了 是丽总的确这么想从国外回来二十多天了 叶小姐她真的没有再出现在您面前不是吗 所以呢 您过去我们也许才有可能知道她到底怎么了 觉得耍我好玩 您觉得我放着工作不做冒着备扣工资的风险 专门跑过来只为了耍您吗 叶小姐您是丽总新家上的人 我有几个胆子耍您呢 萧楚载着叶青秋一路 她让你出面卖惨 只是让你送我回家 萧楚没说话 车子直接掠过青秋庄园的大门 开进了旁边威鹅壮观的庄园 厉害啊 我可真他妈开了眼了 做什么 房子干得够豪啊 装修得够华丽 只不过被那个傻逼玩儿一个人住浪费了 银瑞菊 怎么 是我说话你纯粹只是难受了 还是觉得 我说的力听真是傻逼你不爱听了 真他妈服了 为了一个女人 真他妈想把自己搞死 进去吧 就算你大发慈悲帮帮我们 看看那傻逼还活着没有 叶小姐 你们一个是他最信任的助理 一个是跟他最好的兄弟 我不觉得我出面 就一定会如你们所愿 成 祖宗 就当试试试试可以吗 怎么着 要么跪下来求求你啊 他没再说话 抬脚进了别墅 萧楚跟音瑞爵 跟在身后 在楼上煮 七八天了 说破了天也不开门 一开始还知道处理公司的事情 这几天 干脆连公司的事情都不管了 不吃不喝 跟他们个神经病一样 七八天 不吃不喝 还行 当年一个多月不住门 靠着葡萄堂续命的情况 也不是没有 叶小姐 很抱歉 在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把你叫过来 既然你已经过来了 我想我们可以先聊一聊 聊什么 我不想知道很多 正好 我也很好奇 你要讲些什么 不如都听听 不过 嫂子 你今天既然跟着萧楚来到这 心里其实已经有了判断不是吗 萧楚说她过得不好 然后你就来了 没有人会想着 逼你原谅任何人 但是你不是来帮忙的吗 总该要了解些什么 才会真正帮上忙 不是吗 好啊 那就让我听听 这些年她过得有多不好 她过得不好 你们看在眼里 你们心疼 着急 想让她在我这里也得到原谅 好像我不原谅她 就是铁石心潮 没有人性 所以 你们是不是觉得 比起她 我这几年过得很好 现在还要心疼她的余地 你不想听 就让我把人带出来 没人拦着你